目前在美国出生的人士都自动会成为美国公民 不过特朗普总统日前扬言要取消非公民子女的出生公民权 引发移民社区人心惶惶 今天的移民崎岖之路 我们专访了湾区的法律学者 从法律的角度来了解出生公民权的议题 我们来看我的报道 出生公民权问题最近在移民社区引发热议 长期研究移民法的法律学者 怎么看总统特朗普扬言取消非公民人士 所生子女的出生公民权呢 我并不认为总统有能力 去结束生产生存产生 他想要做是说 出生公民权的法源依据来自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不过出生公民权也有极少数的例外不适用情况 谈到出生公民权就不得不提排华法实施期间 华裔黄金德控告美国政府的案例 他生产生在这里 他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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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他们回到中国 王金阿尔去训练他们 当他回来 他们试图了他在 San Francisco 因为他们说 有一个中国人的法律法 发生在1882 但王金阿尔说 我生产生在 San Francisco 所以他的法律 试图了美国政府 然后在1898年 连邦最高法院判决黄金德在美国出生 当然是美国公民 这起知名的诉讼 确立了外国人士在美出生子女 自动成为美国公民的判例 出生公民权广为人知 吸引不少外国人来美 生个美国公民宝宝 而特朗普的行政命令提议 尚未提出具体细节 但从他的发言看来 主要还是针对无证人士 在美出生的子女 法界与特朗普的见解 最关键的不同 就是在于司法管辖权的问题 特朗普主张这些外国人 不在美国司法管辖权范围 其子女的出生公民权 就不受宪法保障 但法律学者反驳指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并非如此 法律学者认为 如果将来总统坚持用行政命令 对于出生公民权做出限制 一定会面临法律诉讼 不过学者研判特朗普在选前 宣誓应该只是选举议题的操作 不见得真的会实行 26台记者古林家报道